因應巴黎的連串恐襲 英美等五個國家的情報官員 在下個月就會向會商討對策 這五個國家的情報分享聯盟 又稱之為五眼聯盟 有黃斯文介紹一下 前年德國總理默克爾的私人電話 被美國情報機關洩聽的消息曝光 令他非常不滿 為何作為美國在歐洲最親密的盟友之一 都會受到監控呢 原因之一 是在收集情報方面 美國有更加親密的盟友 就是由美國、英國、加拿大、澳洲 和新西蘭組成的五眼聯盟 在二戰之後成立的五眼聯盟 延續戰時英美的情報合作 他們全部都是英語系國家 基本首則是共享情報 並且互不監控 默克爾涉聽事件曝光之後 德國和法國都常加入 聯盟將地球分成五大區 每一個成員負責監控一區 網羅全球有用的情報 是全世界最原備的情報網 五眼聯盟現時主要監控目標是互聯網 英國《衛報》前年曾報道 估計英國政府有能力 同時監控超過九成進出英國的光纖電纜 然後和五眼聯盟共享所得資訊 不過前年美國中情局前職員 斯諾登揭露 美國國家安全局 沒有向五眼聯盟分享所有情報 斯諾登更披露 在07年英國情報機關同意之下 美國收集英國公民的日常通訊內容 打破互不次探聯盟內公民通訊的慣例 可見成員國各自都會留有一手 有先電視記者黃詩敏報導